哈喽,大家好 大家这周过得好吗? 我是明,林法素人,生活在新加坡 希望向平凡的我们也能开启精彩的人生下半场 如勇气,有毅力,所做就做 不辜负自己,不辜负时光 大家好,欢迎回到我的频道 今天,我们从汉诺威的达特茅斯学院 乘坐5个小时的专线公交车 来到纽约的中央区曼哈顿 曼哈顿拥有全球最为可识别的天井县之一 主要有建筑奇迹如帝国大厦、世茂 中心1号大楼和克莱斯勒大厦组成 隐藏在混泥土丛林中的绿洲中央公园 是一个约843英亩绿色天堂 曼哈顿是多样社区的拼图 每个社区都有自己的个性 从时尚的SOHO到历史悠久的克林威之村 再到华尔街的金融 每个社区都为城市丰富的文化、生活方式和体验做出了贡献 我们陆住在曼哈顿最南端的金融中心 接下来几天我们将好好探索这个城市 没有什么比用纽约备果来开启新的一天更棒的了 纽约备果有一种魔力、外脆内软、味道浓郁 作为纽约人用这种备果开始一天几乎是一种仪式感 中文字幕后一边 早餐後,我們的第一站來到金融區的標誌性景點 霍爾街環豹公牛 這個象徵著金融、樂觀和繁榮的強大標誌 自上世紀八十年代以來一直是紐約市的地標 這對於任何遊客來說都是一個必看之處 這裡的能量簡直是令人興奮的 無論你是金融愛好者還是喜歡標誌性地標的人 狂暴公牛都是您紐約探險的必到之地 接著我們前往911博物館 無論如何 此為何會做到最初的地方 最初的地方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这是一个充满深情的地方 双水池标志着双石塔的轮廓 近三千名受害者的名字 镶嵌在四周 这是一个沉思和醉意的庄重场所 游客经常留下尊敬的象征 为我们共同分享的悲伤 增添了个人的触感 在我们深入了解博物馆之前 让我们简要谈一下911的历史重要性 2001年9月11日 一系列悲剧性的事件发生 永远改变了世界 今天我们要探索这座博物馆 它是对失去的生命和人类精神尖锐的一种致敬 当我们踏入这里 你立刻感受到这一刻的沉重感 这个博物馆不仅仅是文物的集合 更是一个活着的纪念碑 博物馆收藏了大量的文物 每一件都讲述着独特的故事 从在Ground Zero找到的个人物品 到墙有力的照片 每一件都是被发生事件的深刻提醒 以下是关于世界贸易中心的一些数据 每天有数万人穿过世贸 北塔高达1368英尺 南塔高达1362英尺 每个塔楼有110层 每层面积约为1英模 在风大的日子里 每个塔楼通常会摆动12英寸 双子塔共有198台电梯和15英里的电梯景 每个工作日需要10辆运输车 来递送世界贸易中心的所有邮件 北塔的Windows on the World Wall Blue和Greater Bar on Earth 等餐厅雇佣了450名 将25种不同人的员工 双子塔共有43600线窗户 需要两个月的时间来清醒 世界贸易中心包含1200万平方英尺的办公空间 当我们结束在911博物馆的参观时 难免会感受到各种不同的情绪 这是一个悲伤的地方 但也是力量和团结的象征 我们鼓励每个人都前来参观 表达对当天失去生命的人的敬意和怀念之情 不要忘记点赞 订阅 并在下面留下你的想法 我们下一次再继续探索 感谢观看